有观众想问说316和1919 他说感觉好像散水 到底怎样面对316号 下个星期一就染蓝了 他说会不会316已经见了顶呢 他说年底的话135到140元有没有可能 135?现在东方海外 现在200多元 对啊 那他是怕跌下去吗 估计你也好 我想先回答现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天没错 整个行业版是回得急的 但是大家都要公平一点 看了图也看得到 过去升得很夸张的 就是你升得这么多 回回一点点 其实很正常 而且有些钱 考虑真的吃糊 其实这个就真的没得去预计的 没得说的 所以你说基本面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大的转变的 近期只可以说是BDI有点回落 跌了几天 但是BDI落 是不是真的那么足以整个板块都影响呢 因为譬如你316好或者1919也好 就是他们本身看 就是集装商那边会多些的 那那个干散货 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关系 虽然可能集装商的干散 整个行业股 都是有个相关性在 但是不是完全跟着BDI走 所以你说这几天落 我觉得是纯粹都是一些钱 是退回出来 还有其实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讲一个事是有些改善也好 其实很明显地都是一些板块轮动的 很明显你会见到一些钱 虽然有增量资金在 就是成交多一些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钱 都会选择轮动的话 可能是一些过去多的板块股份 退出来 买下一些可能弱点 低层一点的股份板块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你强的 其实河云股都是当中之日 所以这一转有少少的调整回调 很正常 我觉得这样看 如果你说316 你是有货在手的 你可以考虑真的吃太多的 始终升得太急 还有今天来算 初步连条20天线都是有少少跌穿 如果20天线这位 都是站不上去 大概239元这位 站不上去的话 其实就可能真的会回心多一点 因为它现在线的距离比较阔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些位 是先减少一点 但是当然 完全没有货的 就不会见这些位置入住了 因为一来过去升得很急 你不知道它要调多少日 或者多少幅度 二来如果你纯粹从动力指标 例如RSI来算 其实这一刻的距离比较多 穿回50 所以没有货就稍微观望 有货这些位置 就可能减少一点 才会比较好一点 Timmerby刚才问3.6元 他有回应 我们刚才说跌到135元 145元 他说他是在害怕 因为是蓝丑魔咒 可能看到之前那些 染完蓝之后好像… 暂时也不会 因为之前那些魔咒有少少不同 因为他进去那一刻 那些真是增长不再 即是连在海底下都知道 但是3.6元 我想暂时的盈利增长还可以 特别今年或者去到下年上半年 暂时一般行的预期 都不是特别差 所以估值有没有需要很大的下调 未至于那么夸张 所以我觉得又未必一定会 魔咒到那么夸张 可能有点魔咒不出奇 但我觉得又未必会 下回百多元这么低 如果现在下回百三元 其实没有了一百元 即是那个Dirt的幅度 要有多夸张才能做到 我觉得现在有未知是这样 先看看